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位降温 但仍然有很强的联系 欧央行等一些央行已经开始间隙 一些央行还在观察 预期今年晚些时候可能也会间隙 但总体上还保持着高利率 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货币政策的立场是支持性的 为经济的持速回升向好 提供金融支持